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接著我們要講BS Code版本控制 要怎麼使用 如果還不熟悉Git的朋友 可以參考這個連結 學習Git的觀念 在使用BS Code版本控制之前 要請大家先安裝Git的相關套件 官方才點在這兒 好 那我們就直接 開始講解吧 首先想要在Github上面 有一個遠端的repo 然後本地端要clone一下 使用BS Code開啟的時候 他也會順便抓取這個目錄 他的Git資訊 接著你只要對這個目錄 做修改 新增或者是刪除 Git就會把它視為是狀態的改變 所以每做一個更動 Git的圖示就會跳一個通知出來 那我們直接操作給大家看 好 以這個 這個專案為例 首先我不想要這個檔案 那我把它刪掉 好 以置垃圾桶 那你就會發現 圖示這邊確實是多了一個通知 那再來我們加一項修改 隨便第一個 destroy 好 成檔 我們做了一項修改 然後我們也新增一個檔案好了 那新增 就叫 VN 好 新增之後呢 這邊打線 點開 Git圖示 就會看到這邊 就是剛剛我們做的那三項更動 那每一個檔案 它都有它的 那個 GitStatus的小圖示 藍色m就代表modify 就是我對這個檔案做的修改 紅色d就是delete 就是我刪了這個檔案 那灰色u就是ontrackfile 接著每個檔案 它的旁邊都會有兩個小圖示 這個箭頭呢 放大一點 這個箭頭就是 手氣變更 也就是我不要 我要復原剛剛的修改 對 那我們這邊不用它 就取消 那這個加號就是 GitAdd的意思 好 那我們把它 加上去 它就會跑到 StageChanges 就是我GitAdd好了 那 跑到GitAdd好的地方之後呢 這個減號就是 取消剛剛的GitAdd 那它就跑回來 好 那我們把它推上去 那注意看 這個灰色的u呢 加上去之後 就變成綠色的a 就是它這個新增的檔案 好 那 我們都GitAdd好了之後 下一個步驟就是 GitCommit 那GitCommit的 CommitMessage 就是打在這個框框內 打完之後 按下Ctrl加Enter 然後你就可以打很多行的 那 那 都打好之後 我們有兩種方式可以遞送Commit 第一種就是剛剛它寫的 就是這個黑色框框它要寫 Ctrl加Enter 可以 再來就是 這個勾勾 按下去也是 commit的意思 好 那 另外它還有一個功能是 我們可以看到VSCode它背後 它背後幫我們做的所有Git的指令 那我們在檢視這邊 點選輸出 這個畫面就是 VSCode它幫我們做的 各種Git的指令 都會印在這邊 好 那我這邊OK 那我就 commit囉 按下去 好 它這邊就 一直跑跑跑 好 這樣就代表commit成功 成功之後我要push 怎麼push呢 按這個三個點 然後點選推送 好 按下去 之後就是 輸入 username 然後 密碼 好 這樣就是push成功了 好 好 好像沒什麼感覺 我要怎麼確認 我push是不是真的有成功呢 我們可以看到面板 它還有一個中端機的功能 點下去 我們下 git log指令 好 這是我剛剛遞送的commit message 確實已經push上去了 那 這個是使用中端機來看 可是如果你對 Git還不太熟悉的話 其實它有非常多的相關套件可以使用 像我們現在下 git 這個關鍵體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非常非常多的安裝套件 可以供大家使用 那關於 那關於 就是 要對 grinch 就是它的history 那些 可以看得一目了然 我們可以裝這個套件 好 好 那我直接開給大家看 我要叫出這個 呃 使用這個 那個 那個 套裝 套 擴充套件 來看 git history 好 那我就先按 ctrl-shift-p 這個算是VSCode它內部的 commit line 好 那我們就下 git this 我們可以看到 第二個 會 會 好 點下去 enter 哦 看不到了 好 它就會把我們 這一個專案 它過去所有的 commit 它的history 全部都呈現在這邊 那如果它有branch的話 它也會畫出來 好 那 隨便點一個commit進去啊 點一個舊一點點 然後呢 然後呢 你這邊就可以看到 它對了哪些檔案 做了更改 然後我們點一下 它又有相關的操作 第一個就是我可以看到 呃 這個 commit 它詳細的log內容 然後我可以看這個檔案 然後我可以跟 現在本地端的檔案 做比較好 那我們用這個看看 好 這就是一個地址 就是 過去跟現在本地端的差異 就是之前有這一號 然後這個也有 這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套件 好的地方就是讓 剛開始可能對 一些分支概念比較 你抓不太到的朋友們呢 如果裝了這個套件 利用視覺化 可以更了解 呃 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狀況 嗯 好 然後 除此之外呢 這裡當然還有 branch的功能 我們一樣 按下 ctl-shift-t 叫出這個vscode command line 然後 我們下 get b 就可以建立一個分支 好 branch 然後隨便一下 再把辦法 好 不要那麼隨便 vn 好 就是 這樣就好了 然後再來ctl-shift-p git-checkout fool 就是我要切換到哪個branch 那你看這邊就有很多可以選啊 那vn 就是我剛剛 欸 我剛剛建好的branch 好 切過去就 切過去了 好 那 嗯 我想我們 git的教學大概就到這邊 對我看一下 我目前課堂上 都有提供githook 是期許大家可以 寫出好的commit message 然後還有 不過像vscode它的coding style 我們是用a style這個工具 這個是可以順利跑出來 可是 那個檢查commit message的那個githook 卻沒辦法順利執行 對 如果我寫了一個不好的commit message 你在推動commit的時候 它就一直在那邊 進度條一直跑跑跑跑跑跑跑 跑不出結果 對 你也沒辦法停止 唯一停止的方法就是 關掉整個vscode 不過如果你是寫一個好的commit message 就不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對 好 所以 請大家養成好習慣 那我們 git版本控制教學 就先到這裡囉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